好,5月11號,點子生意101,又跟大家見面 今天就有很多題目,因為要回答一些網友的問題 首先講個題目,如果有聽《易得道》大家知道 今個星期初,我就做了一集的嘉賓,在《易得道》那裡 順便跟Tony聊聊,跟Alex安排一下時間 怎料生意101將會以後逢星期四出 兩個原因,一個是其實都頗密 對自己變成有一定壓力,其實一開始想試一下 那一句不是時事政治節目,所以相對來說沒有太多話 所以要找搜集資料也有一點壓力 如果自己沒有碰過任何事情,例如那星期很隨便,跑步、游泳 難道我跟你說跑步游泳嗎? 我又不想講一些關於太過政治,但我想賴一點點 因為始終你很難有界限的 例如說,你經常都說政治與你無關,做生意而已 當然不是,例如大陸的國產飛機 你可不可以與你無關? 如果你因為這樣被迫,要坐大陸的飛機 有什麼事的話,三長兩短 關不關你的事?當然關 因為這些是強迫性購物 共產黨一定要,東航、南航、大陸航公司一定要買 所以我幫我提醒大家,其實每買一架機票前 你會看到你是坐了什麼飛機 如果看到C99,你自己想想吧 因為這些,命走有關 其實高鐵我也是賺命搏的 我待會再說 時間關係,這就是其一 另外,我看到的view數不升就反跌 可能你可以說,越來越濃縮 那些人,這千多人,就是這群人 所以我覺得,可能真的太多了 試一試,減少 一個星期,就是星期四會再出 先跟大家說一聲 今天幾個題目我要講 我講完才寫Caption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講完 我都擔心自己 第一個要講的 先回答觀眾的問題 聽眾的問題 因為有聽眾比較急的事情 跟我討論 也有關於佔領活行動的時候 或者佔旺的時候 或者旺國騷動 如果我顯示不適合旺國 總之那次扔磚那件事 無論如何叫什麼名字 其實我不想在這裏和大家討論這個問題 我尝尬一下 反而她有一個問題 她問得挺好的 她有一班朋友 現在被人告 她問我好不好 趁現在還可以走 我就去外國 然後在那邊生活 你問我 我不是幸災樂禍 如果給我的話 如果早知道原來 這樣可以更加決心去移民的話 早知道旺國那天我都扔了 為什麼 因為我極無法叫我家人移民 他們都擔心 習慣不到外國生活 不過當然 這個是 我想說的 一會兒 我希望說到一個題目 叫做二八法則 或者我正在看那本 《焦點法則》 其實裡面有些東西 就是一個 樂不樂觀的人 對一件事 會有很不同的看法 我希望我看完這本書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說回家人 他們真的不想移民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這個機會 其實你要移民的話 不要經常想到一些負面的事 通常 有些未去過外國 或者以為自己 晚上生歌的人 就說 你一定不習慣外國的 你搭過飛機沒有? 你去過外國沒有? 你在那裏生活過沒有? 你就是看到人家 星期六下午 沒有東西購物 星期日沒有購物 就好像天下跌下來一樣 那你人生是否只能購物呢? 反過來看 其實 生活是否要簡單一點呢? 我現在 在公開裡說得到 其實我開始都對自己承諾 盡量少些購物 盡量 有些東西 用得多久 得多久 我有一件T-shirt 我有一件衣服 我那天拆出來看 30年 還很新淨 還很漂亮 我還穿得上身 我前一陣子都穿得上身 我之前在另一個節目 我都穿了一件T-shirt 是我剛剛出來做事 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貪慕虛榮 買一件法國名牌T-shirt 到現在還可以穿的 我偶爾都拿出來穿 就是做一個紀念 第一 要警醒自己身形 不要變 第二 有很多東西 你要珍惜 說回來 其實你是不是要夜夜生歌 天天購物呢? 還有一個盲點 就是經常說 你買一罐汽水 你開車 跟你走下去 七十一買 可能都是15分鐘 那你開車 可能都是15分鐘而已 之內 來回 那有什麼問題呢? 還有 那是習慣問題 等於以前我們 不會自帶購物袋去買東西 那現在你已經帶了 那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這樣是很慘嗎? 哎呀沒有帶給我 用手拿 那你不自己想辦法 改變不了事實 你就改變心情 用自己心情去改變一些既定的事實 OK 例如說你 真的犯了那些政治事 我覺得你去外國 例如說台灣 美國 台灣更好 很接近香港 有什麼問題? 找不到食 找不到食 這個世界不會找不到食 你問一下別人 喂 由低做起 洗碗請不請 如果自己本身 例如說你有一個職業 你說你是幫人維修電腦 喂 大哥 全世界都要 好像我那次說 那樣 你找一個NAS 那些NAS 那些伺服 隨便找一間 不要這麼大的 不要這麼明牌 不要一線 選二三線 然後說 喂 我幫你到處銷 然後我幫你做維修 然後幫我那些公司 敲門 找到飯 吃 是不是 喂 那怎麼開公司 我又不是當地人 當地人有很多法律 當地人是開到公司 不是當地人開到公司 以這個 台灣我不熟 以美國為例 我不是當地人 我都開到 另外你說 喂 如果 再做什麼 可以做 代購 我美國的朋友做代購 一月賺十幾萬 當然 有高有低 看你自己 做得勤不勤力 喂 問你 你十年都不回覆 我有些朋友 很有 很有型 就是 永遠WhatsApp 有兩種狀態 十年都不得變藍 不看 那你其實真的不適宜做生意 亦都不適宜打工 你都不適宜 即是跟別人有溝通的工作 因為別人見到 都不回覆 有機會給別人 如果你說 不是 我是這麼有性格 那我又要移民 那就對不起 你去看看有什麼辦法 找別人靠癡 靠黑 也好 但你不可以這樣說 做人 你一定要靠自己 好了 另外 就是 另外一種有什麼 看了變成藍剔 或者Line 看到 看了 看了 但又不回覆 厲害 那我身邊有很多 不說了 最近都發生了 你問我激不激氣 我現在不激氣 對這些 有事 我不會偉以重任 給這些人 機會這樣就沒有了 所以你問我 當然是疑 對付一個這麼 極權 和這麼不公義的政權 你要做的事 你又比他更卑鄙 更聰明 你為什麼要跟他玩真 你為什麼要跟他玩正常 你為什麼要跟他玩正常 走啦 快點 趁還可以飛到的話 快點 我希望出街 不要聽到 入境處聽到之後 不讓你出街 出境 我又覺得 這件事 至於 他跟我說 長毛的問題 我不想再說 因為我不是政治的問題 這個節目 不是說這些 我都 對這些 我已經沒有跟好很久了 這些社運的東西 因為我所謂跟的 我都是留意 看報紙 看新聞 看Facebook 但現在我都不太看了 因為我不想再花時間 在這些地方 因為 我有自己的想法 至於 你說 用聰明的方法 用食腦的方法 大家對食腦的觀點有些不同 所以我不會在這裡再跟大家說 不會跟各位聽眾解釋 因為我不想 用這個 虛大氣電波 另外 問VPN 你放心 接下來會馬上給你們 如果你有PM的話 我會逐個 給你 因為 我問了對方 他未必會被 一個 系統 進入 但會逐個 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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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跟他說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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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點半鐘 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昨晚 我十點半鐘還在廣州 其實今早我睡了 我想說什麼呢 說廣州之旅 其實這次廣州之旅很短 一天即是來回 首先說一下交通 其實現在去廣州可以有很多選擇 例如說最傳統的直通車巴士 其實我不會贊成這些 除非 但要看你去哪個點 好像我今次去潘茹 其實我會去南站 我會選擇了 在 香港去 羅馬州 羅馬州 接著去 深圳北站 深圳北站 已經有一條地鐵 直去 要麼去福田站 兩個都可以 亦是去到廣州南站 比較接近南潘信那邊 因為現在的廠 因為今次我去看廠 大致上全部都會在南潘信那邊 因為那裏相對地價還算便宜 而且你看到那裏是不開發的 你看到那裏的摩托也多 不像廣州 例如說在天河區 那些OL穿得比你漂亮 那裏不夠 打扮上真的不行 那裏也要跟大家說 甚至上海 你真的要去到 靖安區的一等一的寫字樓 你才看見那些人打扮 真的叫做OK 但間中 始終你中間都會穿插農民的物體 變成你都 都不是農民 雙對來說 沒有那麼注重自己打扮的人 但在中環來說 整個社會氛圍都要注重 雙啞依雀 人啟依壯 就像你去到東京一樣 也是 而廣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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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老鄉 來的 其實沒有什麼印象 不會有印象 因為我從來 十幾年前才去第一次 而這次 今次去 我有幾件事 令我有些反思 所以 就想起 一個 叫什麼 呢 價值觀的問題 其實在火車上想了很多 什麼價值觀呢 其實我可能也說過 我在想起 其實 大陸人 對 錢 或者 不要說大陸人 其實我不應該這麼說 而是中國人 包括香港人 我那件事真的很糟糕 新年 我真的希望大家 就是什麼 因為 剛剛 在火車上沒什麼想 正在看這本書 令自己 去到九里那麼遠 想起一些 價值觀的問題 我想起這個問題 就是什麼 新年 我已經不講 恭喜發財很多年 其實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聽 如果 如果 聽過我講這些話 不要說 如果沒有聽過的話 大家要反思這個問題 很多年前 我聽過許冠文說 有一年 他對著 他奔妹 在他 菲蓉 在他家裡 就 看到他 剛剛來做的 看到他 老闆 許冠文 對著 那些人說 那些人去他家拜年 就說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菲蓉 就好奇 就問 喂 老闆 你其實這句 恭喜發財 What's the meaning 然後 許冠文 你知道這些人 我覺得挺喜歡的 就是 憂憂默默 不會直接給你答案 他說 You guess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那 那個 菲蓉 其實 猜了兩億年也猜不到 當然 其實 以一個 我們經常笑 菲蓉 雖然我也很不喜歡 例如最近 有一件事 有幾個人根本沒有販毒 那 過去 CCTV 根本根本沒有 沒毒 就插給你 然後就屈你錢 黑容 或者 替死鬼 無論如何 總之 不是一個正常的 一個 是一個 假的 我就這樣跟你說 我就老虎下 這些地方 我死了 我都不去 你聘請我都不去 有生意 我都不去做 OK 但是 他們的人 基本上是快樂的 幾個問題 幾個原因 其中我就覺得 第一 人家有宗教 第二 就是 人家很喜歡音樂 有音樂的人 有熱誠 就會快樂 而我們 所謂的中國人 OK 包括所有華人 哪裏都好 開口 第一句就是 錢錢錢 新年這麼重要的事 你竟然跟別人說 恭喜發財 所以現在我一定說 新年快樂 我一定 我已經保持了 我聽完這句之後 其實那時候我都反思 所以這句話 對我來說很偶爾 我通常都說 身體健康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的人 就是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快樂 兩件事 發財 對我來說 外界來說 那你又賺錢 那是兩件事 賺錢是維生 但不是你的人生所有 新年劈頭第一句 就說恭喜發財 所以 那個價值觀 所以很多鬼佬 去到中國做生意 虧得 糟糕 即是他沒有想過 真的可以為了五毛錢 而 令到他整張單 幾億的沒有了 什麼 為什麼呢 我又要講一個故事 不是故事 是真事 我有個朋友 做了一些 叫做 都叫做 一些大型機器 其中一塊電腦主板 就是找大陸source 但是呢 就是因為 幸好是一個鬼佬找的 我朋友就是做一個 叫做 叫做 傳話翻譯 就是 中間人 幫他看廠 的人 但是很可惜 那塊底板 就是因為 一些 偷工減料 而令到 那張單 而令到那塊底板 出現了問題 去到歐洲 整批貨全盤 現在呢 有很多計劃 例如說 在國內大陸 起廠 起廠 的計劃 完全沒有了 那 說的可能 就是省五毛錢 我不知道多少錢 尤其是我亂講 我經常都說 一顆螺絲 降瓦 就是 降瓦螺絲 就是不爆 扭不爆的 和扭得爆的 可能是差幾分的 但是他們都為了省那幾分 而去 就是有沒有必要呢 是不是 拼價錢拼價錢 我待會再跟大家講 拼價錢的故事 大陸 今次廣州之類 那我看到一些事情 那 那 有沒有什麼 值不值得這樣做呢 那結果整批貨 涉及到 我 所知幾千萬美金 就是一個 不是很大的 就是 大到 就是說 令到公司要倒閉 一個公司很大 我知道 佔了 歐洲 百分之六十的市場 的一間 一間公司 他這批貨 我想他只是 trial 但是 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 差那一點 如果你欠些錢的話 你可以跟客人說 但不是 又可能這樣 人家明明給你十元 已經預算你有錢賺 你找了想再賺 多些 挺而走險 用一些不得的chip set 搞到人家整批貨 現在我朋友站在那裡 就是 他自己也是大陸人 其實他現在 我看他的微信 他站得比我更前 他罵大陸那種劣質文化 或者中國人的劣質文化 他罵得更厲害 他跟我一樣 都很孤獨 想上高 不會有人騷擾他 你這樣說 因為其實 所有其他人都是恐龍 就是喪屍 唯獨 你不是喪屍 人家就覺得你是喪屍 所以我又說一句 但是 回到最後來 去到源頭 我覺得 其實都是要說 是做事的quarty 不是走走正面 OK 我自己 現在 overall 都有這種想法 另外 我另外 又反思了廣州 廣州又見到一間D&G 想起一件事 其實我也是借題發揮的 廣州之類 我戴著頭盔跟你說 其實D&G 前段時間 就在北京拍了胡同 Muric Black 那些 搞到 那些網民 其實呢 沒什麼的 你來香港 你幫你拍一些巴士 的士 我覺得沒問題 或者拍一些阿婆 那些村 或者去波蘭街 那些 好像星光燦爛中的墮落 那我也沒問題 但是 大陸人就是 有一群網民 其實當然不代表所有 就在那裡吵了 做什麼 拍完我們的巷 拍完我們的鄉村 你就是展示不了我們 繁華一面嗎 我們這個 一環二環三環那些 偉大建築 你不去上海拍一下我們 浦東 那些摩天大廈嗎 其實 其實 這個DNG 先不要理他之前幾年 做這件事 但是 他是很喜歡 去拍別人一些 很有地道風格的東西 然後做一種 Clossover 如果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如果你要好好利用的話 你就會令到 整件事 玩得很漂亮 很過癮 是嗎 不用那麼 serious 現在他們很多事情 就馬上上頭 另外一件事 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就是足球那件事 恆大早前來到香港 作巧就是 Anyway 資料再說 因為這個不是重點 整句什麼 什麼港獨 什麼說我們 英國狗 這些 我覺得 如果 大家同盟同種 雖然 騰大已經否認了 但是 我們說真的 我們說東人 同盟同種 大家說的 一件事 我上去 吃飯的時候 那些大姐 我聽到她的口音 就知道她不是講到人 一跟她說回 廣東話 馬上 照顧周到 我剛才說 吃東西有多便宜 在南站那邊 我想知道 其實 國內的 生活水準 可以低到 生活水平可以低到 另外 在酒店那裡 陪同事去 拿房 那個男生本來是說普通話 國語 或者叫做 他在櫃桌 本來就給了一間小房 但是後來 我聽到她的口音 就說 聽你的口音 你應該都是廣東人的 用不著說 不太辛苦 說廣東話 就跟她說 說 可以了 接著 進了升降機了 我們已經拿了卡 他轉頭都給了一張 喂 不要了 給你們那間大房 這間 他以為我們兩個一起住 我不是 我明天就走 我九晚就走了 都謝謝他好意 其實我們同聞同種 我們沒有必要 去 大家互相排斥 我們唯一的共同敵人是誰 共產黨 就是那幫貪官 其實我不想叫他們共產黨 因為整個都是貪污集團 因為貪污集團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而要對抗你 又想永續自己的管治 想做王 Anyway 另外我看一件事 剛剛發生了 就是很溫馨 很溫的 就是 日本的球迷 他在他們主場上做了一幅橫額 多謝香港的球迷 幫他解決了那些票目的問題 然後還要寫多謝香港的球迷 就是類似的 就是看完之後 我覺得 哇 整個心亂了 那 我又說一句 我其實去大陸很多時候 很多的朋友說過 你還有心情 還有心情 慢慢跟那些大陸人解釋 其實香港民主 等等 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 他們根本就不是壞人 只不過他們接收的信息 每天都說到香港很危險 我想美國就是這樣 有個外國人 有個大陸的女人 她就說 不來香港買東西了 香港很危險的 經常踢行李箱的 喂 香港開埠以來 踢過一次行李箱 然後 那次行李箱 踢完之後 那班人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那班人 踢那個 我始終踢那個 應該是收了共產黨的錢 收了對家錢 然後 弄壞香港 她做的事和環球時報和文匯報和梁正英做的事一樣 你有沒有收錢 我不知道 但你做的事一樣 說回那裏先 是很溫暖的 日本人這樣 反而會站在我們那邊 一起 多謝我們這個行為 不會因為你的國籍 如果日本人要算帳的話 她會說 你們香港也是中國一部份 你現在這樣反對我們 我們當然要什麼 但她們不是 她們對那個事 你幫了我 我多謝你 我永遠 為什麼我會說回 我永遠會在大陸 我會跟一些大陸的朋友 解釋香港的問題 就是因為 我想要 拉他們過來 不要拉出去 其實做生意一樣 你不必要把樹敵太多 這個我自己領了很多事情 學聰明了 你很激烈的時候 就好 像我一樣 很激烈前一陣子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很激烈 那便還沒到 那便要觸摸 變成你真的需要人幫 你也挺慘 或者要被人站在你那邊 你也挺齊 所以我覺得 我不會做這些 我們共同敵人 你要清楚誰 所以 我覺得 不應該做這些 對大陸人來說 我會看她的行為 我不是看她的國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記住 尤其回去 否則你會很辛苦 另外 廣州也有很多 上次我提到的Mobile 或者OFO 兩種品牌 非常方便 跟深圳一樣 路過深圳也看到 很多人 都會怎樣 例如一個地鐵站 要去某個目的 例如那次我約了一個客人 華潤萬丈城 那她就搭 因為她要轉線 地鐵 不方便 所以她直接 就在另一條線上下車 大約有一公里 如果一公里 我走 急步走 我十分鐘搞定 這樣就能殺到 但是你走到夏天 身上身汗 未夏天也好 不想走 於是她租了你的單車 不知道五毛錢 如果你是OFO 就不用錢 暫時的推廣 不用錢 另外如果你是Mobile 都很便宜 另外我昨晚也看到 一個香港人 將車 在地鐵站 踩完之後 踩到哪裏 踩到黃江厚灣 半夜 12點多 因為昨晚很晚才到黃江 看到她踩到那裏 停下來 然後放下車 就走了 你要想一下 其實這種方便 是人家正在進步 我在說大陸 今次 綜合了上海 上次上海 和其他地方 我去完之後 看完 其實人家正在進步 在這方面 而我們香港 竟然 一個國際城市 可以扔到海 扔到河裡 當然要抓那些混蛋出來 扔到河裡 先不要說 這間法國人 開的 而又覺得 你在破壞一個 在進步的城市 你不要跟我說 香港地窄人多 踩單車 我告訴你 上海不是很多 東京不是很多 如果你去過東京的話 東京不人多嗎 路不窄嗎 是吧 不過人家政府 東京 人家是容許 在行人路上踩的 因為 它 要你自律 不是要他律 而香港這個 全家產政府 什麼都管 什麼都要 我上一集 講過 圍蘭要有欄杆 那些海 又是那句 你這麼大人 或者你這麼大人 帶著小孩 你是不是要看著 那你其實整個 那就是說 這次是欄杆 那你上了飛機的門 你不看著 那小孩一拔一拔 那門很過癮 開來看看 行不行 那是不是要找鎖 鎖住飛機門呢 如果出意外又怎樣呢 其實如果 你所有東西 是由自律 或者是由一種 賠 就是 由小的教育做起的話 你是少了很多cost 無論是cost也好 或者對這個小孩 將來出去外國也好 或者出去做事也好 他會有很多事情 他懂得什麼 知道什麼應該做 什麼不應該做 而不是給他一個難的 單車易燃 就是 一個城市 你要看他那個 那個 是不是一個 我在意得道都說 就是說 有沒有一些自由 有沒有一些 給你自己的空間 很重要 我在意得道都說什麼呢 你說graffiti 那樣 香港是很少 少到那個情況 真是不合理 很慶幸地 黃竹坑 那個工業區 有幾間大廈 都有些graffiti 在那裡 代表了社會的文明 越先進 你不要跟我說 唉 弄髒 大人在那裡煽動 人家弄髒 是啊 不過呢 通常 越多graffiti 的地方 那些貪官 專門把孩子去那裡讀書 那你回答我為什麼 求答案 是吧 荷蘭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全部都是graffiti 大部分 尤其是紐約 你去紐約 你去紐約 如果可以 把那些人的資產 的名字 全部只有X C Q C C 李 全部都是香港性 為什麼 人的腳 告訴你 很聰明 是由腦子去主宰 所以我覺得 單車也好 graffiti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代表城市有沒有自由 有沒有那種氣派 所以 香港人很好笑的 給牆壁畫 做什麼 已經失去了那個 那個原意 那個原意就是說 要反建制 是吧 建制有很多腐敗的事情 你容許別人反你 是吧 等於我經常跟同事說 你想到的方法 我跟著你 我也是建制 如果在公司上 執行的某些事情 什麼叫建制 就是一些既得的利益 或者一些主宰 有權者 我正在做的事 我都說上次 我都疾我同事 你有權力 你有無形的壓力 壓力 是在你自己身上 在我公司沒有的 你的方法好過 我給你一個讚 你 我每次要我去想 那我不是很辛苦 所以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自閹的 你自己是否閹自己 另外當然 剛才說 我不可以不說另一件小事 不關廣州的事 只是純粹去說 因為不說 就沒有了那個事異性 雖然在意得度都說了 但我也很想再說一次 就是關於Hidden Agenda 那件事 其實另外一個點就是 一個地方有沒有地下音樂 也能反映那個地方 夠不夠開放 夠不夠多元 而且那句 那些貪官的子女 又是送去的地方 最多的地方 OK 即是說量 當然是香港不夠中國的那些多 即是說量 因為它大 但如果說密集程度 以前香港是多的 OK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可以聽到 OK 第一幕 但是現在 越來越少 好像今次這件事這樣 或者再說回 我想做生意 以我來說 我是很希望公平的 OK 你技術性擊倒我沒有所謂 同樣道理 也都是JEDA這件事 OK 你犯不犯 你可以不批不審 諸如此類 但你給我一個理據 為什麼就說 為什麼 黎頭山 福德超 那些不敢拉 高老和 大大聲說 黑社會打人 很爽 你又不敢拉 公平 一定要公平 整件事才有患 但當然 一點都不公平 其實有聽眾 叫我想說馬雲 其實馬雲 我沒有什麼好說 我只會唯一說兩個字 就是你 這個是仆街 我搜集多點他的罪證 我才有一次過開他拖 因為這個仆街 我最討厭那些人 就是 拿人佔了便宜 還要賣口乖 哇 拿著把線 穿著堂裝 站在那裡 有風吹吹吹吹 好像真我的風彩 在劉德華 然後教我們做人 大哥 你也是偷人的東西 你只是偷人的概念 你不是真的一個創意者 就算我多討厭 Steve Jobs也好 但是我都敬重他對創意的熱誠 還有他對執行的能力的能夠把蘋果起死回生 馬雲你算是什麼 你只是一個抄人的copycat 大約廣州其實這次很匆忙 但是可以告訴你 時間短了很多 現在那個距離 當然你說高鐵問我怎麼看呢 高鐵呢 我不介意你起到香港 即是你通了南站 即是由北站 廣州南站到深圳北站 然後再停下一個就是 例如說現在正在建香港的那一站 問題是 其實中間的 只是執行問題 我不是說你的誠意好不好 至於你說 跟著裡面說 是不是運一些解放軍下來快點 算了 你要下來怎麼都快 你打開一條黃岡 打開車多久 半個小時下去 要做的話 另外當然 我是贊成分離香港的 即是把香港邊緣化的 因為你不邊緣化的話 你不知是跟質化 跟大陸一樣 那你還有什麼優勢呢 我一會兒再說一下 另外一個topic 很快的 以前 如果去東站 起碼要坐火車 兩個多小時 三個小時 我沒有記錯 我也兩三個月沒有坐過 我沒有記錯過 我沒有記錯時間 無論如何 你想想 我昨晚這麼淡定 我等客人等到九點鐘 然後我跟他吃了一個快飯 聊天 跟這個33歲 準上市公司主席 聊了30分鐘 因為他很想跟我聊天 即是跟我見面 聊一些生意合作 而我也跟他聊完之後 其實之前我也聽了 別人說了他一些話 那我先講一下時間 一會兒再講他 所以現在那些 我可以九點多 然後十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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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到深圳 我還要去 搞錯了 我以為福田是十點半 原來福田是十點半 我以為是十二點 因為真的很少 很少這麼晚 從大陸回來 其實真的很少 尤其是廣東區 出差比較少 所以距離真的近了 即是三十分鐘 由北站到南站 因為他在走的 我看到那個標 是300kg 我有點不太相信 即是那個標 就是撥標 300kg 因為當你坐過 由上海那個 普通機場 去龍陽站 那個原浮池列車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浮池 即是用magnetic 即是整個車升起 然後很快 人家是300kg 人家快很多 我看到外面的景物 同樣看到那些 好像有些不好 即是 因為我們不能量度 下次帶回 Speak 即是計算速度 但不知道計算不準 因為沒有了GPS 之後 因為那些火車太快 我不知道有沒有 不知道我試試看 有什麼方法 可以查一下速度 那麼快的 所以那個生活圈 即是說 如果有些人上去做 上去做事 即是如果真的上去大陸做事 我覺得 都不失為一個選擇 那是否最好 我自己一定不會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 在大陸生活 因為吃東西 其實很不安全 好像昨天我吃的那件事 昨天吃的那裏 叫了一個炒麵 叫了一個尖椒魚頭 另外再叫了一個菜 三個東西 說的是87元 是一間酒樓 是一間叫門面 拍到車 事事正正的酒樓 都說那姐是廣東人來的 大家很好聊 真是便宜到這樣的 而她說 那裏三萬呎的地方 是租8萬元左右 不過我也看到一件事 自從廣東區的廠 很多都走了之後 另外就會少了很多人 這是事實 不過 我看到一件事 我不知道有沒有判斷錯誤 就是 接下來將會更多的高科技 所謂高科技 有些科技廠 沒有高科技 尖污了 例如好像Tesla那些真正高科技 或者一些Google的高科技 OK 都是製造業來的 例如說有些LED panel廠 又或者一些製造 相對來說 比用多些機器系人的廠 就會在廣東區 我所知的 例如好像我接下來說 這個33歲 這個準上市公司主席 少少說說他 因為其實都 認知有限 但是 從他得租現在出來的結果 我也有所啟示 就是什麼啟示 其實接下來的銷售渠道 就是傳統的什麼 經過一些 Dialer這樣的年代 其實可以說 風光不再 我看到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我看到有一間美國公司 他來了中國 入了中國 都 都 都 我想有六年 但是 一路來講 很過速 銷售不好 有幾年 我自己幫到他們 做到少少業職 令到他對小弟公司令眼相看 但是 然後我覺得 產品越來越跟不上 節奏 沒有了那個 感受的 很重要 一間公司 對外面的 feedback 就是 妄顧的 feedback 一意孤行 去做事 可能你覺得 中國市場 不是你主打的市場 OK 那你 也不會有這麼多要求 那他就是用傳統的銷售渠道 經過 agent 其實是駕床碟屋 就是經過Dialer這樣 而我看到這個33歲 這麼年輕 我有些慘悲 其實他起步更像 我 大家做都叫做接近同行 那他做些什麼呢 他做一些 叫做 電子廣告牌 例如 你現在看到很多時候 店鋪的門口 動了一個LED屏幕 然後 就播放了 那他就跟我說 他說 在2009年的時候 他就在北京的中關村 所謂 北京的直谷 做電腦組裝 那他就做電腦組裝 那有些客人開始問他 你有沒有做一些播放廣告的事情 於是他就開始做這件事 越做越多 然後 就做了這個廣告機 即是他在說的 那些機 那我講講他現在有些什麼 厲害 不是厲害的 在我們行為來說 我自己很羨慕 但他也給了一個啟示 是相當好的啟示 大家都可以做一個參考 他就把所有的產品 不是放在淘寶 是京東 過程我下次有機會再問他 怎麼可以上到京東 講講兩個平台有什麼不同 淘寶告訴你 是賣垃圾的 你賣的東西 如果是幾百塊 那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個人的沒所謂 你承受得起風險的 沒所謂 so far我買的東西回來 就 還可以的 因為我要求不高 因為你買淘寶就預料 有東西是壞的 是不是 如果大家買淘寶就知道 我現在還沒有淘寶的帳戶 我還是要借同事的帳戶買 so far還可以 但你要發覺那件事很有趣 在淘寶你看到一件事 你會看到那張相片重複來重複去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copy and paste那張相片 然後呢 就放上去 你又開個檔 我看到你賣五元 我賣四個半 所以你會看到 同一張相片 同一個sauce 價錢是不同 OK 沒有保障的 所以呢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討厭馬雲 這方面他不管你 你說管不了 一定管得到 你管不管 好了 另外呢 就 京東 京東是什麼呢 京東是需要有上下的資本 還有呢 是可以開發票的 我想你知道大陸開發票 即是等於你要給了一個 可以叫 有稅 即是抵稅 類似稅務的東西 總之要發票 17個點的發票 即是說公司客為主 如果你想上購買的東西 相對來說很多是廠家來的 不是相對 而是廠家來的 沒有那麼多 像剛才我說的淘寶那些 一件出來 一百件走出來 一件出了 一百件會跟著出來 而那些公司是古怪怪的 其實可能最終都是問那家的 但是 京東就相對嚴格很多 而這個 33歲對我來說 年輕人 他已經是 賣這些廣告機 第一 每年 京東的大會 他都有份去 跟那個主 我不知京東的老闆叫什麼名字 Anyway 自己上網查看 這個不是重點 他都可以有份去吃飯 表揚一些做得不錯的人 而他 在這方面 給我很大的啟示是什麼 因為 不可以再靠傳統的 渠道 去買東西 因為 你會受制於 那個代理 對那件產品的熟悉 和他對這個生意的熱誠 又或者他公司自己內部人事的問題 是不是值得你把東西交給他 最近 我自己公司的產品 都有些大陸的公司 想做我的代理 其實 我已經對代理這件事 已經擺了一個心態 可有可無 你做就做 做到就做 他們唯一的好處就是 他們有網絡 OK 但是 就是 我剛才所說 你真的 你躺在那裡睡覺 我來你不好 所以如果你自己的產品 是真的 涉及到一些 是你自己做出來的 又或者 什麼都好 你要想一想 而如果你是代理別人的東西 那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些錢 這些中間人錢 我告訴你 那 相對來說 價值 是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甚至乎 掉一個 沒有的 只會越少 你只會越萎縮 你會很難做 那所以 如果你真的還在做 你開始要想一下自己 加點價值 其實你加了一個價值 就是另一個產品 正如我所說 又拿回那個 買網絡 NAS 即是NAS 即是那些 伺服仔 你買了一個伺服回來 我給 中環那個 Mary 她是不懂自己裝的 很多東西要設定的 但如果 John 你能夠 把你的知識放進去 幫他裝上 教他怎麼用 整條影片 Youtube教我們 這個程度 只是有空看看 你忘記了 看回去 YouTube 那你就是價值 以後每年維修 這些東西 這是另一個產品 變成 不是單純 因為它已經包含了你的記憶 裡面 其實 我很老實實 其實我 這麼多年來 很多時候 你說真的 是不是所有東西 都是你自己百分百創作發明 我告訴你 一定不是 很多時候 我都是把他 加回自己的價值 變成另一個東西 因為你不加價值 第一 你變不了 第二 你出師無名 我接下來有些產品 我都會這樣 我將它變一變 其實等於一件事 你的角度 怎麼去看它 對吧 所以這個你可以想一想 而這個主席 我笑了 還有一件事 跟昨天我只是 Give me 5 因為大陸人很笑 吵這件事 昨天我只是忍不住 跟她說Give me 5 就是她的想法 跟我一樣 她累積了 她昨天的show給我看 兩件事 令我驚訝 她每裝一部機 那些客戶 就會上Cloud 那些客戶 她就開個手機給我看 有個地圖 展示了 放在哪裏 最密的當然是在 沿海地區 那些 長三角 珠三角 那些地方 即是遠至 其實我看到有些 連新疆都有 給我看了 這一個個點在那裏 那 跟著 大家很聰明 你可能也想到 她下一個show給我看 是什麽呢 就是 她開個微信給我看 她說 我每天都收到 那些訊息 給她的 叫做 service fee 每年要收的 不用多 假設 一百元一個一年 我 昨天看到她的 萬幾個客戶 即是說 一年有一百萬的收入 是什麽都不用做 只要那個人一天都用這塊東西 就一天都要 有時候用不用這塊東西 不是說是有沒有用的 是公司 我發覺很多公司 放在那裏 你有一天不見了的話 管理層會問什麽事 這個呢 雖然我覺得 就是 是一個負面來的 就是什麽呢 那些伙計 很多時候很懶 所以呢 就覺得不去想一下 其實這個有沒有實際作用 他不會想的 就想 因為我公司要有 我就有 但是這個呢 也是造就了 一個社會某程度上 一個一個潤滑劑來的 就是如果 每個人都看那件東西 有沒有用 而要 決不決定這塊東西的話 那很多行業就沒有了 而正正因為這樣 而這個人呢 就可以一年 收一百萬 而這一百萬 不止的 是接下來會 一路 現在他只做中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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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這樣說回來 我看到他做一些手工 OK的 絕對是有資格出到學會 但是只不過沒有門路 其實香港人可以做些什麽呢 做這些 就是 那個價值就是 幫他做 branding 幫他做marketing 做coordination 和外國 在外國開公司 租倉 如果你有些國際視野的話 你本身的話 你不可以做這些 所以我覺得 一個人 你看看他 今年33歲 我問他今年幾歲 他說33歲 我記得多年 他說他二十幾歲創業 做到現在 我猜他應該是賺到一些錢 雖然說 上市就上了一個 新三版 不是一些大 大的事情 但是 起碼 我就沒有本事 暫時 所以 我 對於一些 我崇優的 我見到一些 其實未必說 很有想法 他只不過 他覺得 在互聯網賣 比用代理賣 好 這是我最大的 最大的提示 當然 這件 product 是要對的 其實 product 如果是你自己的話 或者你可以 加一些 value 你可以把它變成 可以上去賣 關鍵就是 看你自己 我不可能說 每一個生意上的細節 是怎樣做 但是 這個是值得 我們大家去參考 一個案例 33歲 老友 33歲 那時候 我開始做生意 做了很久 找到一些錢 但是 都花了 不要別人這樣 所以 大家要 以此 要學的 有則改之 無則加免 本來 都講了 五十分鐘 有個小 有個小小的話題 想大家講 輕鬆一下 那我最近 就在網上 看回我之前 就自己save了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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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展示 我當然不是展示 就是用file 他在說 英國 就是這個 愛丁堡 就是這個 臨床心理學家 用了十年時間 研究了一千個怪人 歸立了怪人 有十五個特質 那 當中 所有的人 必須有五個特質 是什麼呢 有獨立 特立獨行 就是說 自己做自己的事 第二 有創造力 有強烈的好奇心 理想化 還有 不少怪癖愛好 而引以為樂 看看你有多少 第一個 特立獨行 你要做那些事 是人家 喜歡 古靈精怪 第二 有創意 那你自己在這裏 有沒有勞利 有沒有創意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 第三 就是很有強烈的好奇心 這裏說了 理想化 然後 第五 至少有五種怪癖 引以為樂 你要說 喜歡 淋淋 喜歡 咬手指 喜歡 這是五種 你去找五種 從少就知道自己與眾不同 第六 你有沒有呢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與眾不同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與眾不同 第七 就是聰明伶俐 第八 有主見 勇於發表 好 其實我之前說的 那些 全部 聽下去 看看你自己有沒有 跟著 第九 就是 不起與人爭 競爭 那 你不喜歡跟人爭 競爭 那這個 我自己有些 我一定不是 我喜歡競爭 我最好 但我會怎樣呢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歡 去創造一些東西出來 令到你與我無法競爭 你明白嗎 接著 不尋常的飲食 和生活習慣 你們自己檢討一下 你有沒有 不在別人意見 或要人陪 這個我也是 我經常跑步是自己一個 我不會叫人 因為第一 你跟不我 或者我跟不你 不如我跑我自己 不要理我了 有時候我都會不理人意見 很多時候 反而 我理人的時候 很多時候 會令到自己 做出一些錯誤的決定 包括買樓 我沒有買到 接著就是 喜歡開玩笑 弄 整股別人 從小到大 我已經被人 定定了 從小到大 我最喜歡整股 例如什麼呢 小時候可以 有一個同學 通常的同學 有些好合 我會 換衣服 在台灣的時候 他脫了鞋 換衣服 拿走他的鞋 然後扔到屁股 這樣做得出來 真是壞得不得了 接著是另一個 單身 對不起 我不是了 接著第十四 就是 老大或者獨子 排行最高的家庭 青弟姐妹 要不就獨子 只有你一個 我也不是了 接著一定是 上川初至 我就經常 行上地 我到現在 我 十一月和十二月 將至一年十二個月 我記得頭三個月 四個月 我還記得 後面那些 我經常要想起 我要聯想起 才想到 究竟 當然 我串不到 還有 一至星期日 我串不完 所有字 不要說串錯字 串不到字 更加不要叫我串菊花 我是串不到 如果你有這十五個月 越多 證明你越怪 我自己都領了 我領了十幾個 證明我是一個怪人 不怪也不會做網台 通常你做聽眾 可以不用怪人 但我們做網台 多數都是怪人 起碼有些話想說 很獨立獨行 不會理人怎麼看 今天就到此為止 下個星期四 先跟大家見面 以後就是一個禮拜一次 時間 其實都是想 短短的說說說 一周的 生意 或者生意 有關的事情 繼續訂閱 算了 千多人 我滿足了 算了 我都不會特別強求 盡力吧 我覺得 不一定要 要怎麼看齊的 能夠多一點的話 會更大一點的成就感 亦都可以說 多一點可以分享到不同的 好嗎 下個星期四見 拜拜